我与顾湘熙成婚六年,她本是天之娇女,却意外跌落尘埃,我不离不弃守在她身边,终于,她的心作谬斯一举成名,天才画家重回巅峰,记者问她,画中的男人是谁,她笑得很温柔,她是我此生挚爱,那天,我收到了她的离婚协议书,天才画家顾湘熙, 写心作谬斯归来,多年后重回巅峰,画展上,她所有作品均高价出售,除了最引人注目的谬斯,那是一幅唯妙唯笑的油画,融融月色下,湖面泛着碎光,白衣少年迎风而立,手,捧鲜花笑得颠倒众生,她说,这是非卖品,千金不换,记者问她,画中的男人是谁, 她笑得很温柔,她是我此生挚爱,那天,我收到了顾湘熙寄给我的离婚协议书,钱和房子都归我,她净身出户,我看到网上的视频直播,拨了电话过去,恭喜啊,画展很成功,她语气淡漠,与你无关,怎么无关,我拉高声调,质疑道,不是要净身出户吗? 画展的收入也是昏,内资产,我们也该算算,对面冷哼一声,孟怀,你可真是见钱眼开,我审笑道,钱比人可靠,她沉默半赏,明天让律师给你寄新的协议,我爽快答应,好,从此恩断一绝,两不香。 她话还未说完,我就挂断了电话,仿佛多听一秒都是浪费,很难想象,四个月前的今天,我还在祈祷,与她一生一世,携手到老。 那天是我们结婚六周年纪念日,情人节,我悄悄从法国飞回来,想给顾湘西一个惊喜,到公寓楼下时。 看见一个少年提着,行李,独自站在雪里,他双手动得通红,讲电话的声音,却十分欢喜,猜猜我在哪,对面不知说了什么,少年的眉眼舒展开,温声说道,我想你,就来见你了。 我回想起大学时期,何顾湘西异地恋,相思难抵时,我们也会这样,买张票一舞,反顾奔向对方,被这一幕触动。 我掏出手机,想给顾湘西打个电话,下一瞬,却看见他从楼道里出,来,他静止跑向少年,用力扑进他怀里,他将他紧紧搂住,像接住了西市珍宝, 他们在寂静的血液,热烈的,长久的拥吻,我将在原地,看他们汹涌的爱意,故湘西抬眼时,终于发现不远处呆立的我,我提着行李,艰难向前,几步之遥,像隔了千山万水,他第一反应是,挺身护在那人身前,少年有些疑惑,俯身在他耳边,小声问,他是谁? 我一时间不知道要做出何种表情,在他们面前站定,淡淡道,我是他老公,男孩文言,大步跨到顾湘西身前,做出保护的姿态,这是我的错,你别怪到他头上,我哑然失笑,望向后方面色纠结的女人,不说点什么吗? 顾湘西抿了抿唇,目光沉下来,像是做好了某种决定,他走上前,与男孩并肩站在一起,牵住对方的手,食指紧扣,对我说,就是你看,道得这样,大约是风雪太大,我被冻得脑子都麻木了,没有质问,没有争吵,我安静地转身,回了家,顾湘西没有跟上来, 家里阳台的窗户打开着,冷风呼呼往里窜,我甚至能想象到,顾湘西接到电话,打开窗,看到少年偏偏立于楼下时,又惊又喜,的样子,旁边支着的画架,还来不及收拾,画纸上未完成的作品跃入眼帘,主人公俨然是方,才的少年,他手捧玫瑰,依美随风而舞, 脸上带着见到恋人时的羞涩,曾经,顾湘西也这样用心地画过我,我和他十六岁相识在高中校园,那是他很出名,富家小姐,学霸小花,各种光环给予一身,我是农村出来的,云泥之别,本不会有交集,却偏偏和他成了同桌,我英语学得不好,普通话也带着点相音, 经常被同学笑话,他维护我,也很耐心教我,女孩说话总是带笑,微微展颜,便灿若千树花开,我暗恋了他整整三年,从不敢肖想,他也喜欢我,高考结束,他没有像大家预想中那样填报清北,反倒选了美院, 他说画画是他毕生梦想,家人也很支持,他有资本任性,可我没有 以我当时的成绩,最好的选择是去南方的一所学校,与他相隔千里,那年暑假,他来我家的小山村采风,请我坐向导,我们一起,看山坡的花,林间的鸟,天上的云,最后一天, 我妈拿出自家酿的梅子酒,请她品尝,我没拦住,她喝了一杯,就醉得分不清南北,她倒在我怀里,红着脸说着醉话,她说,孟怀,我喜欢你,我帮她收拾东西,发现,她的话里全都是我,离开时,我送她去车站,一路走得很慢,很想问她,昨晚的话算不算数,终于我还是忍不住开了口, 顾湘西,如果我现在表白,会不会太晚,她望向我,洗净而泣,不晚,只要是你,任何时候都不会晚,我们在一起了,大学四年异地恋,我给足了她爱和安全感,让她清清楚楚知道,自己是被偏爱的,那一个。 她长思无忌惮笑我,孟怀,你好爱我啊,我由着她闹,等她闹够了,低头轻轻吻她,从十八岁到二十八岁,我们相爱十年,无数个昨日在脑中呼啸而过,压抑的情绪终于爆发,我蓬溃得,僵化丝的粉碎, 我一个人在沙发上独坐到天明,顾湘西回来的时候,身上带着陌生的香气,像酒店沐浴露的味道,她见到我,眼中有几分愧疚,对不起,我双目赤红,一开口,声音也是哑的,什么时候开始的? 她很坦率说了他们的过往,那个男孩叫苏华,是美院的大四学生,也是学画画的,去年她回母校参加校庆认识的,她欣赏故乡系的才华,是她忠实且炙热的仰慕者,他们灵魂契合,经常在星空下一起缅怀泛高,在湖畔边畅聊莫奈的睡帘,她说,他们俩是难得的知己,也是真心的爱人, 我们相守十年,抵不过他们相识十个月,顾湘西说起那人的时候,目光完全,神情温柔,她强调了许多遍,我是真的爱她,我极度的发疯,她一个大学生,插足别人的婚姻,能是什么好人,不就是图钱吗? 顾湘西看着我,眼神一点点冷下来,孟怀,她不像你,眼里只有钱,她的话深深刺痛了我,顾湘西是个天生的浪漫主义者,向来是金钱为分土,她大学时,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画家,曾有不少人花重金买她的画,她都拒绝了, 她的话,向来只赠有缘人,可天有不测风云,她毕业那年,家里破产了,父母被人追债,出车祸双双身亡,她被债主堵在家里,我偷偷翻墙进去找她。 抱着她说,顾湘西,嫁给我吧,我没有身份地位,没有家财万贯,但我有一颗使之不渝的真心,我咨询了律师,父母的债务子女,没有责任偿还,但对方人多势众,无休止的骚扰,足以毁了顾湘西的生活,经过母亲的同意,我取出了家中所有积蓄, 筹了一笔钱出面谈判,以最小的代价,帮顾湘西还清了债务,婚后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苦,出租漏风又漏雨,台风天家里变成小池塘,冬天大风穿堂过,冻的人睡不着,我们紧紧抱在一起,说一宿的话,顾湘西尝试去找曾经想买她画的人,却只得到一顿羞辱,从前太清高,得罪了人, 如今缺钱了,却四处碰壁,我很心疼,再不许她出去卖画,为了让她过得更舒适些,我每天打三份工,赚一百块,会给她花九十九块,有一次我贫血短暂性失明了几分钟, 她手忙脚乱照顾我,连喊我名字的声音都是抖的,她在我面前哭到不能自已,不嫁你会后悔终生,但嫁你却拖累了你,这更让我感到绝望,我骂她,傻瓜,我从没觉得你是泪士,那时候,我觉得很幸福,我们离婚吧, 顾湘西一句话,将我拉回现实,她态度很坚决,说,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,我的心就成一团,我要什么你还不清楚吗,她没有听懂,只说,条件拟定,我笑出声来,当真为了她,可以放弃一切啊,顾湘西垂下眼眸,抛下一剂炸弹, 孟淮,我怀了她的孩子,我的心碎裂成渣,我想起,我们也曾有过一个孩子,结婚第二年,顾湘西怀孕了,我高兴坏了,可她瞒着我偷偷打了胎,她泪眼婆娑地和我说,孟淮,我们的条件根本养不起孩子,别让她来这个世界,受罪了,顾湘西跟我说了许多许多遍对不起,我抱着她,努力扯出笑容,安慰道, 没关系,孩子以后还会有的,那天她将我搂得很紧,在我耳边不停重复着,我爱你,这句话像一道咒语,在一无所有的日子里,将我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,从那以后,我工作更加拼命了,我很懂察言观色,逐渐在职场混得风生水起,老板是做进出口贸易的,经常需要,应酬客户, 我酒量很不错,她喜欢带上我,还会额外给我发奖金,我每天回到家,都吐得天昏地暗,顾向西会整晚,陪在我身边,洗心照料,她总说,别为了点小钱,喝坏了身体,我不以为意,目光要放长远。 时间久了,我积累了不少人脉,后来自己开始做红酒生意,我每天出差,应酬,忙得焦头烂额,顾向西又说,钱够用就好,不要这么拼命,可我啊,有两个非实现不可的愿望, 我一直相信着顾向西的未来,会有星辰大海,我希望,她能随心所欲地画画,不必因,为生活琐事,放弃热爱终生的梦想,我还希望,那个被放弃的孩子,能够快一点再回到我们身边,黄天不负苦心人,我们的生活,真的在一点点变好。 结婚第五年,我们有了房子和存款,我终于鼓起勇气提出,老婆,我们要个孩子吧,没想到,她的兴致并不高,只说,孟怀,现在不是时候,她告诉我,她进入了瓶颈期,已经很久没有画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了,我试图安慰她,你的画很棒,我的朋友都很喜欢,张老板下个月,乔钱新居还说, 要买你的画做装饰呢,顾湘西嗤嗤以鼻,他们那群俗人,哪懂什么艺术,我愣住了,自觉失言,她立刻道了歉,并解释说,自己并不是看不起生意人,只是希望得到更专业人士的认可,她将头深埋在我的肩颈,低声道,我只是越来越没有信心了,或许这个时候,我们的感情已然出现裂痕,可我太忙了, 并没有太过在意她的变化,不久后,顾湘西的状态,渐渐开始变好,脸上时常呆笑,我以为,她是突破了瓶颈,没想到,是灵魂找到了新的归宿,她爱的少年年华正好,不然岁月仙尘,她会评价她的画像,春天的花,夏季的雨,秋日的风,冬季的雪,是世间最美好的存在, 而我伤人重力,满身铜锈,无法与她产生共鸣,孟怀,是我对不起你,顾湘西的声音在耳边回荡,我沉默了许久,像我们共同度过的时光那么长,最后还是心有不甘,我不会跟你离婚的, 我听见自己说,顾湘西冷冷回,这由不得你,那一刻,我听见了爱情死亡的声音,在我和顾湘西闹得最僵的时候,我妈生病住院了, 医生说,癌症晚期,我爸死得早,我妈吃了一辈子苦,我结婚的时候,自顾不暇,她执意一个人住在乡下,不给我们添麻烦,后来经济条件稍有好转,又没有时间陪伴左右,我很自责。 这辈子从没让她想过一天福,她躺在病床上,形如哭墙,问我,小西呢,我强迫自己几出笑,高高兴兴回答,她最近很忙,要开画展,我告诉我妈,顾湘西得到了画坛泰斗周一老先生的赏识。 马上就要熬出头了,她笑得很欣慰,小西终于达成心愿了,以后你们的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好的,妈放心了,我胡乱变了个理由跑出病房,眼泪止不住往外流,上天的确很喜欢跟我开玩笑,在我们吵完架不久,顾湘西得到法国那边的消息, 隐居已久的周老先生突然表示,对她的话很感兴趣,要见她一面,千里马中欲伯乐,两人相谈甚欢,相见恨晚,顾湘西将那个男孩是做幸运星,她说,是她帮她找回了画画的初心,才能有此机遇,她不会知道,那是我费尽心思,帮她争取来的机会,而如今,不过是替他人做嫁衣罢了, 我洗了把脸,又回病房,我妈突然说想见一见顾湘西,我没办法拒绝,终于还是主动联系了她,大概是自尊作祟吧,我不想在她面前示弱,一开口就是谈判的口气,顾湘西 我们做个交易吧,我同意离婚,你陪我演一场戏,好,她答应得干脆利落,明明是自己想要的答案,我的心又开始扭曲,失望,愤怒,悲伤,负面情绪像千万只毒虫,一口口将我吞噬,我想我大概快要疯了,顾湘西暗时来了,半个月不见,她愈发疯姿绰约, 明艳动人,想必过得不错,我们各自收敛表情,装作亲密的样子,推门进入病房,我妈气若油丝地躺在病床上,见到我们,浑浊的双眼一瞬亮了,硬撑着坐起来同我们讲话,她告诫我要疼爱妻子,不能对不起她,又嘱咐顾湘西,好好跟我过日子,我妈以前并不多话,可这次见了面, 她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要交代,我知道,她就是放心不下,顾湘西对她的嘱咐一回答,好,最后,我妈将我们的手交叠在一起,交代,这辈子要好好的,我忍不住红了眼眶,其实我很想告诉她,如果她走了,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的亲人了,可现在,话堵在喉咙口,什么都说不出来, 顾湘西很自然地拍拍我的背,温柔的眼神像极了当年那个十八岁的少女,我有些许恍惚,出了病房,我们的手仍然牵在一起,我很没出息地发现,自己还是贪恋手掌间的这一点点温度,我们不要离婚行不行,荒唐的想法在我脑中盘旋, 手机铃声杂然响起,顾湘西松开我的手,我迷茫地抬眼看她,少女的影子一晃已消失不见,她走到一旁接电话,灵星的谈话飘进我的耳朵,都是些很日常的对话,对面不知道说了什么,她红着脸骂一句,没羞没臊, 然后娇声道,等会马上就回家,我看着这个女人,突然觉得分外陌生,她打完电话,见我失魂落魄的样子,皱着眉问,你脸色很差,是不是病了,说着,手伸过来,想要触碰我的额头,我条件反射般躲开了,两人均是一愣,她的手停在半空,有些尴尬道,离婚的事,可以等你妈身体好吗? 有些再半,我沉沦的意识终于清醒过来,点头说好,我妈的病情并没有好转,她的记忆也出现问题,每隔一段时间,就说要见一见顾湘西,她与我逢场作戏了三个月,陪我听那些重复了许多遍的嘱咐,每次顾湘西来医院,苏罗都会频繁打电话,后来,索性自己跟着一起过来,他们手牵手出现那天, 我发了很大脾气,拦在他们面前,让她有多远滚多,远,顾湘西跟我解释,说她会去旁边等 不会让我妈看见,我不肯妥协,嘲讽道,少秀一下恩爱不会死,一直沉默不语的男孩突然站出来,怒道,你是不是太过分了?你们要离婚了,别总想着法子折腾人。 她越说越激动,差点跟我动起手来,她最近筹备画展,忙得连饭都吃不上,我不,放心才跟来的,顾湘西牵住她的手,柔身安抚,别动起。 吓到我们的孩子了,苏洛瞪我一眼,垂眸看她,可我心疼你,他们恩爱有加的模样,让我胃里一阵翻腾,我痴笑一声,我和她还没离婚,您在一起算偷情知道吗? 要不算你租的,父,费实用,顾湘西愣住,眼中泛起水气,孟怀,你是不是疯了,苏洛咬牙怒视着我,一个大男人说话这么刻薄,难怪你老婆看不上你,我不想,忍了,今天和我离开,还是陪你留下,她只能选一个,随后,她扭头,看向身边的女人,目光恳切,没什么悬念, 顾湘西与她的爱人,携手一起离开了,那天,我妈的状态其实不错,我撒谎说,顾湘西临时有事,她也没有深究,可到了傍晚,她却突然昏迷,医生直接下了病危通知书,清醒过来时,她又说,要见顾湘西,我慌慌张张打电话过去,她好久才接,我抱着头蹲在地上,问,你,能来一趟吗? 她直接打,太晚了,我急了,我妈快不行了,她语气不耐,我劝你少开这种玩笑,我又惊又怒,你觉得我会拿我妈的命开玩笑,她沉默一阵,说,今晚下雨,我怀着孕,她不会让我出门的,我顾不得颜面。 鸡鸡哀求道,你让她送你过来,或者我找朋友开车过去接你,保证你的安全,好吗?我们十年感情,求你帮我最后一次。 她叹口气,我和她商量看看,我想抓住了一丝希望,雨无伦次道,今天吵架算我错了行吗?只要今晚你过,来,你们要什么我都答应,好不好?天空电闪雷鸣,将我自尊心碎裂的声音掩埋在黑夜里。 电话那头,传来低哑的声音,隐隐带着点情欲,顾湘西极不自然地闷哼一声,轻斥,别闹,电话随即挂断,我再拨过去,无人接听。 那天,一直到深夜,她都没有出现,我妈瞧出端倪,问得很小心,你和小夕是不是闹矛盾了?我努力装作轻松的样子。 没有,她在赶来的路上了,她的眉头越锁越紧,叫我拨通电话,她要跟顾湘西讲几句,可对方已经关机。 后来我妈的意识逐渐涣散,嘴里叙叙叨叨,儿子,你要是过得不好,妈怎么放,心得下,天蒙蒙亮的时候,她断了气,死时紧紧拽着我的手,不肯合上双眼,我的世界它成了废墟, 我将我妈的骨灰带回乡下安葬,顾湘西跟来了,她垂着头,满脸愧色,对不起,我不知道那碗妈真的。 我把她请了出去,无力道,别叫她妈,你不配,孟怀,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?顾湘西声音软下来,我只是想来看看,有没,有什么需要帮忙的,我冷着脸。 不用,她不肯走,一直跟在我身边,葬礼没有大肆操办,只请了村里几个街坊帮忙,等一切结束人都散了,我终于冷静下来,跟顾湘西说,我们谈谈吧。 她点头说好,我语气冷淡,离婚手续赶紧办了吧,她皱了皱眉,岔开话题,我想跟你解释一下那晚的事,我不想听,我打断她,继续说,你是过错方,我要你净身出户,家里的资,缠我一清二楚,别耍花招,也别跟我谈条件,否则我把你们的丑事,宣扬的人紧接。 知,顾湘西目光哀切,梦怀,家里的资产,本来就是你赚来的,你觉得我会跟你争着,邪马,我冷笑一声,知人知面不知心,她露出失望的表情,你以前不这样,人是会变的。 我说,以前的顾湘西,也不会这样对我,长时间的沉默,被电话铃声打断,是苏浅打来的,她走出门外接听,我直接关上了大门,她也没再回来,那晚,我躺在老房子的床上。 做了一个很长的梦,我梦到二十二岁的自己,不顾一切,将顾湘西带回家,跟母亲说,要同她结婚,债主追到我家,日日吵闹叫嚣,我妈将她藏在房间里,嘱咐,小西千万不要出去,一切交给阿怀处理。 我一个人与她们周旋数月,终于在过年前将事情办妥,除夕夜那天下了雪,我拖着疲惫的身体,从外地赶回来,雪花落在我身上,积了一层又一层,但我并不觉得冷,回家的瞬间,她第一个打开门冲出来,直接扑进我怀里,我微微踉强几步,但还是牢牢借住了她,我以后都不要和你分开了。 顾湘西又哭又笑的样子,十分可爱,我刚想开口回应,画面就天旋地转,我呆呆站在一旁,看她在雪地里,扑进了别人的怀抱,然后深情地吻她的唇,顾湘西,顾湘西,我不停地呼唤她的名字,她却怎么都听不到。 眼前突然一片漆黑,我开始有强烈的失重感,像在深渊里不停坠落,第二天醒来我就发了高烧,意识变得混混顿顿,就这样在家里躺了两天,有一种冰死的感觉。 某天收到生意伙伴的消息,红酒的货源出了问题,亏了一大笔钱,我静坐起来,迅速穿衣出门,然后一个人看病,吃药,痊愈。 这四个月,消耗了我太多精力,生意上出了不少纰漏,我忙得甚至没有时间难过,再次听到顾湘西的名字,是她在画展名声大噪的消息,一向要求苛刻的话谈泰斗周一老先生对她大家赞赏,称她这些年属实是明珠萌。 陈,已经隐居状态的老人,甚至公开出现在画展上,并当众表示,顾湘西是她这一,生见过的是有天赋的青年女画家,一时间,业界震动,媒体闻讯而来,网络上的报道铺天盖地,她本就长相出挑,研制加成下,她的官,诸度一度超越流量明星。 女神画家顾湘西的词条,冲上热搜榜首,她所有的作品一寿而空,甚至有人愿意出一千万,购买当天画展最瞩目的作品庙。 顾湘西拒绝了,记者闻到八卦的味道,问她画中的男人是谁,她大放誓爱,大学室友林芳,给我转发了这段视频,问,顾湘西怎么会这么说? 我拽着刚收到的离婚协议书,回复,没什么,她爱上别人了,我们打算离,婚,林芳直接拨了电话过来,愤愤道,四个月前不是还好好的吗? 她难道不知道你,为了她,在法国遭了多少罪,我淡淡答,知道了也不会改变什么,结婚六周年的时候。 我想给顾湘西准备一份特殊的礼物,我知道她最崇拜的人,是一位叫做周仪的画家,这位老先生年轻时就鲜少在大众面前露面,现在更是避世隐居,寻不到踪迹了。 我用尽方法和人脉,才得到一个真假难辨的消息,有人曾见过她在巴黎马黑区逛街,投画摊,于是我以出差为借口,一个人去了法国。 那是我第一次出国,人生地不熟,第一天就被抢了行李,我着急去追,却被引进了偏僻的小巷,那里聚集了一帮街头混混,我寡不敌众,被他们按在地上打,失去意识前,我听到有人用法语喊了句什么,所有人便急急逃走了。 我在医院醒来,只受了些皮外伤,是林放救了我,我们是大学室友,我婚后一年她出国了,渐渐断了联系,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重逢,她帮了我很多,受伤期间一直是她在照料我,她问我,不告诉顾湘熙吗? 我摇了摇头,那段时间,顾湘熙常把自己关在画室里,似乎处在很关键的时期,我不想让她担心,伤势稍好一些,我就急着出门,天天去马黑去守着。 其实我并没有找到周老先生的把握,只是不想放弃任何可能性,林放得知我此行的目的,一双眼睛瞪得老大,一副看傻子的表情,随后一脸夸张地嘲笑我,你就宠着你家那位吧,哪天给你宠坏了,我白他一眼。 我愿意,两人打坐一团,像回到了大学时期,我在马黑区和一个街头摊贩做了交易,租用了她的画摊,选了几幅顾湘熙不同时期的作品,摆在最醒目的地方,日日祈祷幸运女神降临。 那是恰好冬季,每天除了睡觉,其他时间都在街头吹冷风,冻得耳朵生了窗,林放总是一边给我买药,一边吐槽,自讨苦吃。 在法国待了三周后,情人节临近,我打算回国了,这趟异国之行确实太冲动,找不到人也是情理之中,我想着等下次有了更确切的消息再行动,意外就这样悄然发生。 最后一天,我正准备收摊的时候,周老先生出现了,并且一眼看中了顾湘熙十八岁时的作品,他笑着问我,这幅画的创作者是谁,我颇为自豪地说出顾湘熙的名字,他指了纸画边上贴着的非卖品雕签,又问,不卖,我点点头。 这是我个人的珍藏,那又为什么要摆出来? 我说,我希望更多人能看见这个了不起的画家,他若有所思,看了这幅画良久,最后笑着离开了,我了解过这位先生的脾气。 出了名西财,从前挖掘过不少岌岌无名的小画家,如今都成了业界大佬,我知道,顾湘熙的机会来了,事情比我料想得顺利许多。 我想,有才华的人注定是要拨云见日的,我真心为顾湘熙感到高兴,他离梦想又进了一步,结婚纪念日那天,我骗顾湘熙自己在法国回不来,想给他一个惊喜,可他反应很淡,只说了句,知道了。 起初,我心里有些难过,可上飞机的时候,看见他在朋友圈发了一句,思念阁,这山海,我心里的郁节立刻消散,回程路上,还在幻想着我们的美好未来,多讽刺,其实他的思念早给了别人,不会觉得不甘心吗? 林放问我,我很平静的,当然会,但现在更重要的,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好,他松了口气,道,孟怀,有时候你真是理智的可怕,我笑说,谢谢夸奖,挂断电话,四周安静下来。 我又点开那段视频,顾湘熙在镜头前笑得温柔又深,请,他说,那个男孩是他此生挚爱,果然心里还是不舒服,我拨通电话,跟顾湘熙说,画展收入也算婚前财产,如果离婚的话,也要归我。 他嘲讽了我一句便答应了,看来是真心急着要嫁给心上人,我试着把那趟法国之行当作一场投资,现在收获了大额财富,也不算血本无归,这么想着,我渐渐与自己和解,钱果然是个好东西。 那天,我给自己开了最好的红酒,喝到深夜,第二天早上,我被一个电话叫醒,临放的声音听起来时远时近,开门,我踉呛着冲出去,打开门,看见他提着行李,跨着个脸,发生这么大事一点步,跟我提,不够朋友,我愣在当场,他张开双臂冲我笑,哥们我来陪你了。 我拥抱他,感动道,果然是好兄弟,但事实证明,我感动早了,对一个要离婚的男人来说,热恋中的男人,简直就是一剂毒药,晚上我等着他组团开黑,他磨蹭良久,才依依不舍地挂断与女友的视频通话,我勒住他的脖子,恨恨道,在我面前秀恩爱,是不是过分了点? 他笑得恨不知耻,我这叫以毒攻毒,我其实很佩服他,曾经被伤得那么深,依然能活得如此洒脱,你有后悔爱过周韵吗?话刚问出口,我就开始后悔,听到这个名字。 林芳并没有表现出太多情绪,只说,一段感情,不是结局不尽,如人意,就要觉得那是一场悲剧,我很认真思考了这句话,我想,不必因为二十八岁的顾湘西而去怨恨十八岁的她。 那个惊艳了岁月的女孩,只是不在了而已,我会接受,并慢慢释怀。 一个月后,我和顾湘西领了离婚证,我买下了巴黎蒙马特的一座葡萄庄园,打算去法国自己学酿酒。 林芳早已在那边定居,也很欢迎我过去。 我出国那天,顾湘西和苏洛举行了盛大的婚礼,新娘穿着高级定制的婚纱,一身珠光宝气。 我想起当年我们结婚的时候,真的很穷,婚纱只买了件两百块的小白裙,捧花式路边折的一株木棉,简单朴素地像我们那时的爱情, 过去随风渐远,行云散尽,物是人非,我登上飞机,奔向崭新的人生,我的生活渐区平静,本以为与顾湘西再不会有交集。 没想到,一年后我回乡扫墓,又与她重逢。 顾湘西捧着一树白菊,站在我妈坟前,见我到时有一瞬的惊喜,哑着嗓子喊了声,梦怀。 我沉声问,你来这做什么?她向我靠近几步,急急回答,我是想,可能会遇见你,你把房子卖了,手机号也换了,我怎么都找不到你。 我跟她拉开距离,冷淡问,你有事?山峰卷起些细纱,她大概是被迷了眼睛,眼睛竟开始微微泛红,就想找你说说。 话,我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。 顾湘西,你现在有老公,走吧,别在我爸妈坟前碍眼。 她冲耳不闻,闻死不动,我赶不走她,索性直接无视,我想跟你姐,是妈去世那晚的事,顾湘西顾自说着话,也不管我要不要听。 她说,我本来是打算出门的,她来拦我,我不小心动了胎气,我敷衍一句。 哦,她垂着头,语气沉痛,梦怀,那晚我流产了。 我摆放祭品的手,微微顿了顿,还是没有同她讲任何话。 半晌后,她突然又开口,如果那天晚上我来了,你是不是就不会这么恨我? 我抬起头,正对上她的眼睛,那里面的伤感清晰可见,不明白,现如今她摆出这样的表情,还有什么意义? 我迅速收回目光,假装什么都没看见,给爸妈烧了三炷香,跟他们汇报了我的近况,告诉他们,我现在过得非常好。 祭拜完下山,顾湘西一直跟着我,话变得特别多。 她说,我们以前一起在村子里看过山坡的花,林间的鸟,天上的云。 她什么都记得,可是顾湘西啊,山坡的花不开了,林间的鸟飞走了,连天上的云都不是原来的星。 壮,一切都变了样,老家的房子没人收拾,不能住人,我在镇上的旅馆住了一晚后,直接飞回了法国。 与顾湘西的仲狱,没在我心中掀起太大波澜。 以好林放创立了自己的服装设计品牌,变得忙碌起来,我的庄园雇了人。 平常时,分清闲,就整天泡在工作室给他帮忙。 我开玩笑说,我们两个学贸易的,现在一个做采访,一个酿酒,还真是不误正。 耶,他摇摇手指,no no no,人生就是一个逐渐看清自己的过程。 闲聊时,我问他,你什么时候对服装设计产生兴趣的? 他迟疑片刻,低声打,你和顾湘西结婚的时候。 他说,有一件事,我一直不知道,你还记得婚礼上你们穿的礼服吗? 花纹精美,价格却便宜得离谱,你一直以为,是我找朋友帮忙搞定的对吧? 我点点头,他继续说,其实是顾湘西舍不得花钱,只买了最简单的白裙和西服,但又不想让你觉得亏待了它。 就亲自回圈,然后请教我的设计师朋友,一点点把花纹绣上,去的,还有投杀,也是他自己做的。 我都不知道他还会做针线活,起初是不会的。 不过我那个朋友特别厉害,他人也聪明,没几天就学会了。 他,怕你自责,还不让我告诉你。 他说,那会儿他只负责打下手,但看我们穿上身的那一刻,心里还是有满满的城,就赶。 我们的思绪一起飘回从前,他回忆道,婚礼那天,你掀起顾湘西的投杀,他看见你的脸,动容落泪的样子。 我至今都记得,我五味杂陈,哑然失笑。 他那时,真的挺爱我的,临放想了想,又说,其实,前两天我遇见顾湘西了,我没有太大反应,心平气和道。 巴黎是艺术之都,他是画家,来这里很正,长,他摇摇头,我觉得他是来找你的,那晚,你东西落在我这,我去追你,刚好看见,他跟在你身后,远远看着,也不上前,我开玩笑,我记得你夜忙,认错人了吧。 他,临放怒道,你他妈当我瞎,我还跟他聊了几句,哥们我特意把你之前来巴黎找周老先生的事告诉他了,咱们可不能做了好事不,刘明,我想起这一茬,冲他竖起大拇指,临放叹口气,他听完后,整个人都僵住了,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,有点可怜,我顿了顿,说,已经与我无关了, 我的庄园里来了个特别能干的姑娘,将我的葡萄照料得极好,拖他的福,新酿出的酒品质很高,接了个大单子,没想到那么巧,订酒的客户举,办宴会,邀请的都是艺术界名流。 顾向西也在其中,我去送酒的时候,遇上了他和苏洛,两人的状态很奇怪,话很少,不太像新婚夫, 七,我没多停留,欠了单子就走,顾向西看到我,跟出来,苏洛也没多大反应,我走得急,顾向西小跑着上前,拉住我的手,疾伏向处的瞬间,他又迅速将手松,开,对不起,顾向西,你想干什么,梦怀我。 他支支吾吾吾,我没了耐心,他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,没有神采的双眸,瞬间亮堂堂,我想画一幅法国的风景,图,你可不可以给我做向导,怕我拒绝,又补一句。 条件随你开,我答,我不缺钱,他整个人垮下来,与其近乎乞求,梦怀,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补偿,我冷眼看着他,补偿什么。 周老的事,我已经知道了,我平静道,被他挑中,是你自己有本事。 我也拿了你的钱,我们互不亏欠,顾向西低下头,轻声喃喃,你当初为什么不告诉我? 我笑道,说了会有什么不同吗?他眼底的伤感分外明显,倔强道,我们也许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,我只觉讽刺,顾向西,清醒点吧。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,我为你做过的傻事盒,只这一件,当初你的心已经不在我这了,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是枉然。 况且,我也,不稀罕你的一时感动,或许我以前也曾幻想过这样的场景,复心之人幡然醒悟,悔不当初,但真到了这,一刻,却并不觉得十分爽快, 曾经那个惊艳绝伦的女孩,是如何变成今天这般模样的呢?我顿了顿,认真道,顾向西,别给自己找借口了,否则我会看不起你。 他浑身僵硬,脸上全是痛苦的表情,你走好自己选的路,说完后,我不再看他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 那晚临访加班,叫我买叶销过去,天已经黑了,他的工作室位置偏僻,必经之路上的街灯坏了两盏,整条小道幽暗,无声,路边突然窜出两个持刀的人,凶神恶煞地抢了我身上所有财物,我带的钱不多,他们翻完我的包,又恶狠狠对我说了几句法语,发音不标准,我听,不太懂,他们挥拳就揍过来。 我与他们扭打在一起,慌乱间,有个人影迅速冲过来,用石头敲了歹徒的头。 持刀的歹徒凶向毕露,反刺了对方两刀,仓皇逃走,这一切发生得太快,我反应过来时,就看见顾湘熙一身是血倒下了,我将他送到医院,医生说他腹部中刀,没伤到要害。 但右手挡刀时,手筋被割断,恐怕以后都不能画画了,他躺在病床上,脸色有些苍白,见到我第一时间,便是关心我有没有受伤。 我摇摇头,眉头越锁越紧,他笑着安抚我,你别担心,我伤得不重,我纠结良久,还是告知了实情。 顾湘熙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,随后又自七七人般豁然开朗。 没关系,你没事就好,可他终究不是个好演员,他别过脸去不看我,整个身子都在发颤,我尝试安慰他,医生也没说,完全没有希望,而且就算右手不行,还可以视视左,手总会有办法的。 他忽然转过头,红桌眼问,孟怀,如果我和苏洛离婚,我们,我打断他的话,直言道,顾湘熙已经不会再有我们了,你好好养伤,别想起,他的顾湘熙眼底的绝望清晰可见,他眼里含着泪,卑微的祈求,至少今晚。 你可不可以不要走,我平静的,现在能陪在你身边的人,是苏洛,不是我,可是,那晚苏洛并没有出现,我终究是没有走成,顾湘熙手术时,我用他的手机,给苏洛打过电话,可惜无人接听,后来又发了短信,过去,也没有回复,半夜他发了滴烧,还呕出血来,医生再次检查,说他得了胃癌, 还没到晚期,只要积极治疗,就有痊愈的希望,我不明白,他现在有钱有地位,为什么会把自己活成这样,但我什么都没问,第二天下午,苏洛来了,衣着光鲜,容光焕发,只缠着医生问顾湘熙的手,还能布,能画画,甚至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,我同顾湘熙告别,你好好治病,我走了。 他没说话,躺在病床上,目光死寂,顾湘熙右手残废,不能画画之后,所有作品的价值,反而水涨船高,让他一息成名的作品,谬斯公开拍卖的消息已经传出,迅速引发热议。 当初顾湘熙在画展示爱,不久就嫁给了画中的男主角,一度被网友传为佳话,这幅画,也因为这段浪漫的爱情故事,变得更加价值不菲,最后被一位收藏家提武,千万天价够得。 可没过几天,这件事,却迎来了意想不到的发展,两个词条被齐齐挂上热搜,顾湘熙召开新闻发布会,公开表示,谬斯原作早已被销毁,被售卖的作品,喜苏,落伪造。 他在镜头前承认,六四背后的风流家事,其实是一段丑陋的婚外,情,自己在功成名就时,抛弃了相恋十年的丈夫,网友必然,纷纷开始声讨渣女贱男,由于顾湘熙的检举,警方进入调查销售假话一事。 不久,苏洛被捕,涉嫌生产,销售伪劣商品罪,由于金额巨大,将面临无歧途,行,自此,故湘熙也没了消息,我的生活如草生低咽,夜生树梢,自在安宁,岁月静好,酒庄的生意蒸蒸日上,半年后,遇上一位古怪的客人,是一位十六岁的法国姑娘,隔几天就来买酒, 指明要我亲自酿的,而且有个特殊的要求,她让我教她中文,每次一句,她会用录音笔,小心把我的话录下来,有时是简单的问候语,比如,早上好,下午好,晚上好,有时是起,她,情人节那天,她又来买酒,让我教一句,我爱你,彼时,我已进入新的恋情, 对象是那个将我的庄园照料的很好的姑娘,我按照客人的要求录下我爱你后,她突然凑过来,接一句,我也爱你,我宠溺地摸摸她的头,转头对姑娘道歉,多了一句, 没关系吧,姑娘敏唇似有纠结,但最终什么都没说,拿着酒离开了,那晚,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,对面一言不发,只是长久长久的沉默,我想,大约是打错了,一好女友喊我吃饭,便直接挂了。 此后,姑娘再也没来我的庄园,顾湘溪的名字,在出现在公众视野里,是情人节过后不久的事,我看着热搜榜单上的词条,顾湘溪一座愣证了许久,新闻里说,她的尸体在法国一座就农装被人发现,此时疾病缠身,穷困潦倒,唯一的遗物,是一幅名为至爱的画作。 主人公是一对身着昏服的新人,新娘,穿着白色的裙子,手捧一束木棉,新郎轻轻将她用入怀中,两人的容颜都被投杀遮住,朦朦胧胧,看不真切,业内专家皆评价,那是顾湘溪一生中最好的作品,网友则更关注,这位画家是在怀念曾经的爱人,还是又遇见了新的知己, 我望着新娘手中的捧花,记忆飘回从前,与顾湘溪结婚那年,木棉花开得格外早,我舍了一些回来,用彩带将它们扎成衣,树。 她问我,为什么不是玫瑰? 我神秘笑道,因为喜欢木棉花的花语。